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 那你看了我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求垂得垂中国对澳大利亚新一轮制裁 你可能要说了中国对澳大利亚还能制裁什么呀 中国不是已经是制裁了他的龙虾 制裁了他的红酒 制裁了他的大麦 制裁他的甘草 制裁了他的煤炭 制裁他的铁矿石 还能制裁什么呀 还有的制裁 原来啊这个澳大利亚呀 难怪他们这么作呀 他们是真精作呀 他们可作的真的是太多了 我们有一句话说呢 钱多人傻 这个澳大利亚呢就是 他们钱多人傻呀 他们那么傻他们为什么会钱多呢 就是他们的自然资源真是好啊 你看什么龙虾也红酒啊 大麦也甘草这些都不算什么 就是他那个煤炭呀 出的是又多又好 他们的铁矿石呢 又多又好 那还有一样呢 就是中国这次对他们制裁的 就是他们的天然气 也又多又好 之前我真不知道 澳大利亚还出天然气 就觉得你能出那么多的煤炭 能出那么多的铁矿石 就差不多了吧 但是呢 他还有天然气 那有天然气 没准也有石油吧 就是这些自然资源呢 该有的赚钱的 他都有哎 难怪他们的人均GDP那么高 就全是自然资源 他们还真是幸运呢 当初他们就开着船 就到澳大利亚来了 把这些犯人呢 就送到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 我说他是一个岛呢 其实有网友给我纠正 说他不是一个岛 他是一大块陆地啊 对啊 他就是一大块陆地 如果这一大块陆地上 有好多国家的话 我们就不会觉得 他是一个岛了 就是因为 他只有一个国家 我们就会觉得 哎 他是一个岛 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岛 他就是一大块陆地 没有别人跟他分享 只有他自己独享这一大块陆地 你说这帮人真的是很幸运 但是呢 幸运是幸运 那也经不起这个政府 这些政客这么的作呀 对不对 那你有这些资源 你也得有买家吧 他们很幸运的是呢 他们有资源 他还有买家 但是呢 你有买家 如果你就这么对待 你的这个买家 这么对待你的客户 这么对待你的金主的话 你没准到最后 会变成守着金身饿死的 就跟委内瑞拉似的 委内瑞拉 他们的资源 非常的丰厚 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他们还有金矿呢 但是呢 他们现在穷的 如果这样说 委内瑞拉呢 其实对委内瑞拉 不公平 因为人家委内瑞拉 又没去打 他们的金主 又没有像澳大利亚 这么的烧包 对吧 他完全就是因为 不听美国的话 受到美国的制裁 那那些恨国党 有可能说了 澳大利亚 不是也是因为 不听中国的话 而受中国的制裁吗 那不一样 中国根本就没有让他听中国的话 你只要你别管我 你还能管着我 对不对 我也没管你啊 中国又没有管你 你反过来说 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 你以为有了美国这个靠山 你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以为中国买你们这些资源 好像就指着你这资源 就求着你买你这资源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也不想清楚了 对不对 韦内瑞拉不一样啊 韦内瑞拉并没有想去干涉美国的内政 是美国要干涉韦内瑞拉的内政 韦内瑞拉不同意 所以美国就去制裁啊 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但是呢 都是一样 你躺在金山上 你也有可能成为叫花子的 澳大利亚产的煤呢 是确确实实的很不错 但是呢 你对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见招 中国提醒你呢 你又不听 好话跟你说 你都不听 直到中国口头跟一些小的钢厂说 不要再用澳大利亚的煤炭了 澳大利亚那会儿还意识不到呢 说是呢 大的钢铁厂还没有接套通知 那等到大的钢铁厂也收到通知 也不要煤炭了 然后澳大利亚呢 又在那想 哎呀 这是暂时的 我们的煤炭呢 又好 热质又高 产量又高 离中国又近 中国不可能抛了我们 他找不到这么好的煤的 但是 中国有替代品 那个煤 虽然说比你差点吧 但是呢 中国也没有必要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 对不对 为什么 我是一个买家 我要受你的气呢 就算是铁矿石 着着实实的 不是那么的容易找替代 但是 也可以有办法的 你别着急 慢慢的就会取消对你澳大利亚这个铁矿石的进口 好 澳大利亚现在呢 不减自己不减醒 而且接着是一而再再而散的对中国出招 最近又取消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一系列的计划 现在呢 还威胁说达尔文港99年的租赁合同 要单方面撕毁 这个中国一点都不怕你 然后又说什么呢 又挑拨台湾的问题 说台海局势现在紧张啊 说我们要和盟友站在一起啊 把台湾作为盟友啊 要和盟友站在一起啊 我们的军事力量都做好了准备呀 随时做好准备 帮着盟友来打中国呀 连美国都没有说帮着台湾来打中国 澳大利亚要帮着台湾来打中国 你说那脑子进水不进水 澳大利亚还说过比这更疯狂的话呢 我不是只说他们的总理说支持一国两制啊 支持一国两制呢 有可能是他的口误 有可能 我只能说是有可能 因为我看到台湾的媒体啊 都说这是他的口误 但是我认为不见得 因为你要知道 他的脑袋官里面 可不一定有多大的一个脑容量 就那脑容量里面 容的也不一定是什么东西 没准是那印度人喝的和往脸上抹的那些玩意儿呢 对不对 都说不好 那就冲着他干的另外一件事 澳大利亚呢 就担心 澳大利亚说 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就是担心呢 说中国 就是想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 这么一个方式 对澳大利亚进行围攻 中国 先是把各个州和领地拿下 到最后拿下整个澳大利亚 而且呢 还说 中国有可能在澳大利亚的周围 进行军港的部署 会部署中国的军队 到时候呢 会侵略澳大利亚 你说脑子是不是鸡水 你哪个眼睛看到 有哪一些事实 哪一些迹象表明 中国想群略 澳大利亚呢 你说这脑子 是不是脑容量里面有问题呢 所以说就这样的脑容量 他很有可能 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这一国两制是怎么回事 或者他搞清楚了一国两制 他可能认为一国两制 是一个挺好的事 对台湾是非常有利的 客观事实上 确实也是这样的 如果两岸统一的话 对于台湾来说 一国两制 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连澳大利亚这样的傻叉 都能够看出来 这一国两制 对台湾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他不知道 台湾这些傻叉 他们反对 他也不知道 现在中国大陆 都不提一国两制了 一国两制 只能是双方 和平统一的情况下 才能够给予台湾的一个待遇 如果不是和平统一的话 不可能一国两制 澳大利亚不知道这一点 他们不知道 所以呢 澳大利亚现在呢 脑子就一根筋 他认为呢 一国两制 对台湾是有利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呢 他说支持一国两制 你不要用逻辑来想他 因为他们的脑子里面 根本就没有逻辑 那前两天澳大利亚 又作上了 对不对 澳大利亚的那个智库 他只有那一个智库 那是澳大利亚政府也出钱 美国也出钱 台湾也给他出了钱了 又嘀咕出来一个报告 说是呢 中国军队的专家说的 得到了中国军队的内部文件 说中国的军队研制生物武器 要对世界呢 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呢 这个智库就通过他们的媒体 把这个报告发出来 然后呢 这事儿 就让环球时报 用事实对澳大利亚打脸 就和以前那脑残王立强 跑到澳大利亚 他说他是中国总参的一个高级间谍 也就澳大利亚那些脑残他们相信 实际上他的故事呢 漏洞百出 让台湾的一个情报人员 随便一看 就能给他点出来十项左右的漏洞 澳大利亚愣能看不出来 那到最后呢 让中国公布了事实以后 严重打脸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经常被打脸的 可能已经习惯了吧 做事情的时候不考虑会不会打脸 那这一次又提出来了一个内部文件 又被胡锡进打脸了 胡锡进说什么军方的内部文件 那就是军方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 公开出版的一本书 现在在网上你要买的话还可以买得到 而且那本书里面所提到的 是美国的一位前空军上校 是他发布了一个报告 说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生物武器的大战 是他说的 这个澳大利亚的智库呢 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状况 就乱说 好 又被中国打脸了 那中国呢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决定 就是呢 从5月6号开始 停止所有的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 不会跟他对话 是在那之后呢 澳大利亚又出了就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报告 中国呢 这次又忍无可忍 已经通知了中国的几个相对比较小的天然气供应商 要求他们不要再进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了 不要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了 澳大利亚现在呢 又有一点忐忑了 和前面的没一样 说呢通知的只是一些小的进口商 大的进口商并没有通知 而且这通知呢 就是口头通知 这个消息呢 也未见得就准确 总之呢 就跟上位煤炭一样 就给自己啊 找了各种的安慰 就抱有一个侥幸心理 认为这事呢 不会成为事实 那澳大利亚呀 是全世界啊 何者是出口天然气最多的一个国家 他也是中国进口天然气最大的一个来源国 中国的天然气用量很大呀 中国人多呀 你想这么大一个国家 从城市到乡村 现在全部都用上天然气了 全部用天然气 你想得需要多少天然气啊 那中国呢 对澳大利亚的依赖性呢 确实挺强的 因为呢 将近一半的天然气 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那澳大利亚呢 所以就牛啊 现在就牛啊 其实在一月底的时候啊 他还做了一件做死的事呢 在一月底的时候 他把天然气的价格提高了300% 当然他提高的价格呀 和那个铁矿石一样啊 就不光是针对中国的 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天然气出口国嘛 要提高这价格就全部都提高 好 这都乐坏了 澳大利亚的那个天然气供应商啊 他们觉得我天哪 现在赚发了 赚发了 原来呢 赚一倍的钱 现在赚三倍呀 真的是 原来就赚一个亿 现在一下子就三个亿 多来劲呢 而且呢 他们还寻求 想在中国扩大这个天然气的供应量 有40% 想扩大到50%以上 你要是不涨价的话呢 中国也没准 你要不这么闹的话 中国也没准 为什么有一些产品呢 中国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看呢 好像犹犹豫豫的 制裁澳大利亚决心不是那么大 就是因为啊 澳大利亚 他就是官方脑子进水 那些个做生意的 他脑子不进水 而且他们的态度上 他们没有和中国脑翻的这个故意 澳大利亚那些什么农业协会呀 龙虾协会呀 煤炭协会呀 什么煤炭商啊 这些啊天然气商啊 他们都是不想丢掉中国的这个市场的 包括澳大利亚的达隆港 包括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啊 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 他们都不想 谁想啊都不想 但是呢就是澳大利亚的政客呢 就政治化 全部都政治化 让美国对忽悠的完全都瘸了 忽悠瘸了 忽悠瞎了就 眼不明心不亮 糊里糊涂 现在呢就琢磨说 我澳大利亚一年往你中国出口了 有上百亿美元的这个天然气 你这一失败会儿 你到哪去找这个替代品 就跟这个铁矿石一样 你找不着替代品 你说他脑子是不是有病 脑子近的是有病 哎 你不知道那个俄罗斯有天然气吗 你不知道俄罗斯有大量的天然气吗 你不知道俄罗斯和中国已经通了管线了吗 你不知道俄罗斯离中国那么近吗 你不知道中国已经建好了中巴走廊了吗 你不知道中巴走廊的顶端是刮大尔港吗 你不知道中国和伊朗已经签了25年的协议了吗 这些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对不对 你不知道俄罗斯要给德国供这个天然气 那个管道已经都挖好了被美国叫停了 假如说那个管道没被美国叫停现在是通了的话 俄罗斯是要给德国甚至整个欧洲通天然气的 现在他那个管道没通 你想想他那些气不可以输送到中国吗 中国从俄罗斯来运这些天然气 难道会是问题吗 澳大利亚真的是脑子进水 确确实实 现在从中国透出来的消息是 中国官方只是通知了一些小的天然气供应商 你不想想那些大的天然气供应商 中石油啊中石化呀中天然气呀 这些还用得着通知吗 对不对 不是随时就和你停吗 是不是和俄罗斯之间都不用提前打招呼 不用提前很多打招呼 帮他罚门开大点开小点的事对不对 澳大利亚这下我估计他是卸菜了 不知道澳大利亚什么时候能老实 中国会跟他奉陪到底的 你什么时候老实什么时候算 不老实就跟你奉陪到底 中国这个大市场 对于谁来说这不是一大块肥肉啊 谁都想来分一杯羹 你澳大利亚啊 本来是跟你最好 现在你就这么烧包 你就等着在金山上要饭吧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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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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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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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